你们是在傲慢什么 你们是在怕什么 你们又在护航什么 请你下台 我们讲了多少次 在你的现在的计划里面 根本也没有发 我们没有像立委真 我们讲多少年的副主委 我告诉你 你们胡扯啊你们 赶快把它撞下来 你们不断地让地方政府的手进去 只因为有一千多位的 可恶 无耻 副主委您是刚新任的 所以这次也是你第一次在这边被寻 那我就先不就叫您 但是我对您的工作 以前的工作我给予非常多的期待跟期望 因为您当过圆明处的处长 也当过学校的校长 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部落里面非常优秀的 我们的教育的人才 我要请这个罗处长 9月7号 10月21号 10月30号 11月5号 11月16号 我透过多次的协调会 质询 针对原住民族长造政策 还有110年文化健康战的实施计划 跟你原民会讨论 也跟一将主委 也跟中副主委 也跟古仲副主委 讨论过 你们允诺本席 你们会加速完成修正 并且在11月底之前会提供给我 还有原住民族的立法委员 110年的文化健康战实施计划草案 我手上拿到了 但是你们已经公告了 就在昨天 你们并没有在公告之前 提供给本席 还有所有的原住民族立法委员 所以刚刚 包括吴立华委员 都在这里追问你们 你们是怎么样 你们到底有什么难掩之淫啊 在你们公告之前 不能够更完善的跟立法委员 沟通协调 或者是跟最基层的 这些提出弊病的这些人 讨论吗 什么原因罗处长 简单回答 报告委员 那我们正对11月32韩班的 那相关的委员的意见 我们有放进去 但是这个 这个韩班的重点是要让我们 现在就站 请问请问 立法院里面 委员的咨询 有在公告里面 公布里面你们的主委 几位副主委 都答应 在公告之前 会把这些东西让我们先看 有没有 对我们的长官是说 回复说 我们是在11月30号会韩班 请你去干立法院 讨论我的质询 为什么之前没有让我们大家知道 你们是在傲慢什么 你们是在怕什么 你们又在护航什么 没有 没有 没有为什么不赶快先跟我们立法委员沟通呢 跟你开过这么多次会 从来都没有想要去好好的修正你们的计划 去让地方上的人能够自主的禁用所有的人员 我一直在强调 文建站是原住民部落照顾老人 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 你们原民会一直口口声声说有433站 这好像就是你们的攻击 好 一百四百三十三站 一千多个人 现在就有地方政府 看好这些人 要变成是他榜中很重要的基础 结果我看到了 你们公告完毕了之后 以前的办法 以前的计划 还没有公然的说 县政府可以来审核这些人员 所谓的面试这些人力 你现在在办法里面公然的说 县政府跟县公所有角色 那没有 那我们县府的部分是希望可以帮我们在 你看文建站执行单位人员 外聘员员至少在小组成员人数 然后你告诉我们县公所可以进来 县政府可以进来 我知道你会告诉我说 因为县市政府 县公所在行政上面可以协助你们 我告诉你们 我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罗处长 你做过副处长 你也经过几个副主委 所以 我希望您在这边不要再打马忽言 请您下台 我们请一下副主委 副主委 我不知道你看过了没有 他们现在文化健康上十四计划 这一本看过了没有 有 你觉得里面有什么问题 报告立委 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做辨识 因为毕竟到值的时间不顺畅 不过也很努力的研读这一块 因为我把108年度 他们在查核的时候 那些报告拿出来做研究 因为我想把查核报告的情形 跟现在实际执行状况 是不是有一些的落差 我觉得那个在行政上 要先做一些了解 我才能够做说明 这个先跟立委做表 每年2500万给专管中心 请问一下专管中心做什么事情 你的计划别里面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包括立委 这个我会承认 你们不觉得我们的造福人员应该跟学校派合吗 我们学校里面有多少的孩子 是做社工系 是做乐龄服务的 难道不能够接轨文件站吗 对 立委说的是 我们讲了多少次 在你的现在的计划里面根本也没有放 是立委 这个我们可以做滚动式的修正 这个我绝对做答应 对未来人 我从来没有对圆明会这么生气过 只因为我们自己是同样的族人 但是社福处你们真的是让我生气到了极点 我不知道你们在护航谁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怕什么 就连一个文化健康站区区的计划你们都做不好 还谈什么长照2.0 呃立委这样子好不好 假如说对我们的行政敏感度 我们没有像立委 我们讲多少年了副主委 我告诉你你现在刚上台 长照已经从106年到现在4年了 是 我刚刚讲的几月几号 只不过是今年的事情 是 9月7号 10月21号 10月30号 11月5号 11月6号 都跟圆明会谈论 是 结果你们现在出来的这样子 这样子的计划别人还是如此 我不知道你们在怕什么 我现在请卫福部 卫福部不好意思 在时间麻烦 你们的巷弄站服务员 我只要问一件事情 卫福部巷弄站的服务员 是不是由执行单位自行领聘 是的 地方政府的角色 是不是只有针对据点的成立 还有执行单位的成效把关 对因为他必须要做特约 好 谢谢 薛次长我只想要这样子 副主委您听到了吗 有 罗处长您听到了吗 既然巷弄站里面的服务员 执行单位是自行领聘 不是由地方政府 所以你们在你们的所谓的这个计划别里面 居然把县政府还可以变成是要办理面事 你们胡扯啊你们 更别谈所谓的长照2.0 原住民的老人你们的讲得很好听啊 你们很会写文字啊 建构符合原住民长者需要的照顾体系 提升原住民地区还有都会原住民聚入环境安全因子是相当重要急迫的工作 还有你们说如何活药老化预防失能是本会长期以来关注的议题 你们连文件站都办不好 你们还办什么长照2.0原住民专章啊 所以副主委在这里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马上进入状况 你们现在所公告的这个文化健康站的实施计划 赶快把它撤下来可以吗 重新来检讨 可以重新检讨 那我们就讲后续的滚动式修正这个没有问题 好不好立委 一个月之内 尽量尽量 回去好好看一下 你们现在卫福这个卫福处里面 罗处长你们这些所谓专业的原住民的人才 很会写文字但是里面的办法里面总共人想想十五大条十五大条 十五大条里面最重要的核心部落里面一直诟病的东西没有解决 立委我们会珍视我们的问题 这个我答应 这一个月之内尽量 你们从来没有让我这么气愤过 我在这里光是跟你们咨询多少次了 四年了 四年了 结果你们不断的让地方政府的手进去 只因为有一千多位的造福员 可恶 无耻 一个月内 副主委麻烦 赶快滚动修正 好 习立委 谢谢 谢谢赵伟 有请次长 辛苦了次长 到现在您还没有用餐 谢谢委员 但是呢 我相信今天赵伟 不厌其烦的在内政委员会里面排这个法案 一定有他的心痛之处 其实呢 我虽然不在现场 我在办公室 我听到各个委员在这边对于你的咨询 还有您的回答 所以呢 今天我有非常多的感触 我想跟在座的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可以不用放下你们手边的筷子 用耳朵听我说 今天早上在这里我听到你的很多的答询 我想您也知道 我对族群歧视的问题 尤其特别是对原住民被歧视的问题的重视 是 但是我们看一看五年过去了 你们现在除了在答询的时候说 你们对歧视的问题是非常重视之外 可是实质上 你们的立法进度到现在连草案都还没有 早上我们的招伟问 立法研议小组的成员有没有新住民跟原住民的代表 那你说没有 但是你说小组里面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的时候 这让我发现 为什么这个法案迟迟不能够推动立法的关键问题 因为你们的法案研议小组里面只有官员 学者 这一些对歧视的研究者还有盘观者 他并没有真正有深受其害 或者是备受歧视的人在里面 为什么反歧视的立法还有讨论 那是因为歧视 它确确实实的存在 而且存在了非常的久 对于民族的歧视 甚至是更长达了数百年 市长 我告诉你一些 我认为为什么对原住民族歧视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 从李登辉前总统他打造了四大族群的论述 一直到现在南岛文化的宣传过去了三十年了 事实证明在台湾政治上族群平等的歌颂 并没有变成对被歧视的族群实质的保护 而历居的你们这些高唱多元文化的政府 除了应该要感到羞耻之外 应该不要再拿出一些所谓的技术性的障碍 来推延这个反族群歧视法立法的进展 因为你们已经落后这个现实太久太久了 刚刚武力华委员也好 或者其他原住民立委也好 或者以前在这个场合 我也不断的拿出非常多的例子告诉大家 包括现在的社群媒体上面 或者是电视报导里面 都充斥着族群歧视的报导还有言论 而这些歧视竟然还是我们政府带头做示范 我相信最近大家一直听到 COVID-19 国际里面大多数的政府都称为COVID-19 但是我们的政府偏偏要坚持使用武汉肺炎 这种具有歧视性的字眼 而且还自我感觉良好的说我自己没有错 我要问的是如果我们的政府是这样子带头歧视 对于这个法案的严宁小组的态度会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 将会决定这个法令的意义 我想大家在这边都是念过书的 而且也都是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歧视来自于仇恨 但是曼德拉他曾经讲过 仇恨不是天生的 他是必须要学习得来的 但是爱却是与生俱来的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台湾的反歧视的法令 已经分流制定很多了 包括次长您 包括在这边的立法委员 刚刚说因为他的其他的法令已经分流制定很多了 所以呢专法我们只应该是宣誓的性质而不是管制的性质 提出这样子的人的说法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建议跟反驳 我想提出这样说法的人请你们看一下 台湾最崇敬的美国 美国由于种植歧视而制定了各种的法案还不够多吗 多的比台湾更多吧 而美国的所谓的分流制定的这些法还不够多吗 多 那为什么到了今天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样的运动还在继续呢 我认为台湾的政府 你们不应该只学美国的坏榜样 你们应该要从美国这250年来失败的立法过程里面吸取教训 不要再犯下这种令人遗憾又致命的错误 而今天我也听到也有立法委员在这边说 各种各样的歧视是很难认定的 市长请注意听 我认为会提出这样观点的人 基本上是没有经历过像我们原住民族那样被歧视的日常 所以他会说他很难认定 难以鉴定 甚至可以进一步得到难以存在的推论 我想 今天 招伟 还有几个原住民族立法委员 包括民进党的吴立华委员 在这里都大声的疾呼我们的政府 请你们看到我们的痛 请你们看到我们的存在 有这么困难吗 我想呢 如果今天所谓的反族群歧视法 这么长久以来没有带我们的政府看到听到 而你们只是口头上说 台湾是多元的族群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法 分流制定了所以不需要 那么次长 因为你们曾经没有痛过 因为你们的从小长大到现在 并没有被人家歧视过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感受到 台湾的主人 原住民族现在的痛苦 我再举几个例子 当立法院在推转型正义的时候 原住民排除在外 而我们的总统说 我对你们更高度的重视 所以不要立法 我们在总统府下面设定一个 促转会表示我对你的重视 而总统说我对原住民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们要推原住民自治法 土海法 总统说因为部落里面要有公法人的存在 才能够有自主性 试问一下 所谓的自治法 土海法 以及裁员没有制定 我们的公法人如何在部落里面被法律认定 又例如原住民的自治法讲了好久 总统也承诺 行政院也承诺 秘书长在这个委员会也承诺 到现在还可以翻脸不认账 所以我认为这个政府 如果对原住民的态度 诚如蔡英文总统对原住民的道歉 是不是应该在行动上 更具体的让它落实 而不是在用欺骗的口语 不断的推脱 包括反族群歧视法 包括图海法 包括自治法 包括原住民族的健康法 请问一下 有哪一个法令在立法院被立法成功了 还不够歧视吗 我认为这是心态上的歧视 你们基本上就把原住民 台湾的主人 列为画外之民 所以当其他的族群 不管是 我们的同性恋者 有一个法被保障了之后 而台湾的主人要有一个反族群歧视法 都没有办法 而官员 而其他的立法委员在这边 讲了非常多技术性的口语 推三主事 我很心痛 我在立法院 六届了 将近二十年了 光是反族群歧视法 在这里被讲到将近要五年了 而这五年 你们的所谓的研商小组 连原住民的代表 新住民的代表 都没有 这点要跟委员说 不要再讲了 我刚刚已经听到 委员有一点误解 不是不是 我讲的不是原商小组 那个是陆出国移民法的歧视审议小组 所以委员有所误解 那所以次长 所以刚委员误解 我们一直重生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价值 是大家都支持也认定的 既然支持 为什么你们连一个专法都推不出来呢 现在已经在研疫了 研疫五年了呀 市长 研疫五年了呀 你们的所有都是放在你们的嘴巴上 没有在你们实质态度上 不要把原住民的族人 虽然只剩台湾只有2%的人口 但是2%的人口 将会展现你们这个政府 对于人权 对于族群的公平性 对于所谓你们民进党的 自由价值的一个认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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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